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夏天最长的麻酱凉面 做法简单,爽滑可口,清香入味,超级的过夜 首先在碗中放入一勺麻酱 加入少许食盐,白糖,一点香醋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凉白开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将麻酱慢慢的卸开 这一步不要着急,多加几次,直到麻酱比较顺滑几颗 然后来准备一根黄瓜,切成细丝备用 再准备几颗大蒜,用我的大菜刀把它拍成蒜末 装入碗中,再加一点葱末 热锅凉油,下入一把花生米 用小火将花生米炸至酥脆,捞出备用 然后将锅中油温度降低后,放入99粒花椒 小火炸出香味后,滤出花椒 这样我们的麻油就做好了 趁热浇在葱蒜末碗中,激发出葱蒜香味 接着加入适量的生抽调味 再来一点点老抽提色 搅拌均匀调成料汁备用 再次洗锅烧水 水开下入面条,煮至面条浮起 再煮10秒钟左右 立马捞出来 倒入冰水中过凉 这样面条筋道好吃,还不成坨 然后捞出沥干水分,倒入盘中 加入我们备好的麻油料汁 黄瓜丝 来两勺调好的麻酱 适量的花生米 再加入一点葱花香菜 用筷子兄弟将它翻拌均匀 一道顺滑可够麻香入味的麻酱凉面 我们就做好啦 如果像我一样喜欢吃辣的 再来一勺辣油辣椒 这样吃起来就更加的过瘾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好 好 好